因為口罩的品質很差 疫情越來越嚴重 我發現剛剛沒有自殺正號 即可正號所出售的口罩 和造成訪問的負荷 我絕對陽生高 因此求應了剛剛剛剛的怕公司 有一度發現了所謂的口罩有異樣 甚至是有人利用口罩 然後不合格的部分 所以他就不敢出貨 而導致了這整個事件被拖延 老闆藉由他公司的合格標誌的核子 簡單來說這意思就是用真的評審來賣假酒 也是未來有可能成為我們防疫的漏洞 我們在我們桃園 很多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像我曾經 他說之前像娃娃公司訂購口罩 沒有收到就算了 今天收到這一批口罩是不合格的口罩 那不合格的口罩 他們在接觸第一線的旅客的同時 他們到底能不能收到保護 我想這未來也有可能是 我們防疫上的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最可惡的就是 我們認為娃娃文昌這種做法 其實是理念良心最大惡情 因為它不只欺騙消費者的錢 欺騙消費者的健康 那對我們台灣是極大的搭配 那對我們台灣是極大的搭配 叫我們上班和下班 以及加一家都包口罩 然後口罩製造日期 是張老闆 請印刷藏 印製貼紙 叫我們放在客戶的盔子上 現場包陪教的環境 不是很好 雖然我們手上都有的 有交手票 但是公司在桌子 桌子上很少垃圾袋 我們當時卻全都不太最近 張老闆卻說 這就是醫療口罩 沒有問題 其實 單案文創 並不是沒有賺錢 我們公司曾經辦過 兩場慶功練 一場銷售兩萬銷慶功練 另外一場是銷售到 三萬三的慶功練 估計公司收入將近四億元 但卻在 卻沒有錢還會消費者 甚至一直不讓人拖延出貨 更換款 很多利用者後來 一直在裝口罩 我們也很急 請 馬上去買醫療 口罩還會消費者 但是剛來晚總是說 下禮拜會帶貨 五百到一千箱 結尾只來了三十箱 甚至連愛到過 正來感救新的圓而無限的人 而這個老年 總是每個禮拜 無量的虛貨少年 也很感謝我們 兩位移植員工他們 道德勇氣願意站出來 我想這個收盤者騙起全台灣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大型的 傾金 而且涉及傻欺的行為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業者非常的誇張 他收了大量的資金 包括我們陳怡君也說了 將近一億的資金 結果他不出貨給我們的消費者 合理的懷疑 他把這些錢拿來買機牌 然後還在申請證號當中 這個業者實在太厲害了 他根本是無本生意 他拿消費者的錢來買機牌 再來製造頭照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 很明顯根本就是一個無本生意 他是以這個網路 還有其他的傳播的方式 造成有大量的民眾受害 目前有上千民眾受害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挖文廠根本是涉及 這個刑法的加重詐欺罪 所以我們要求相關檢調單位 一定要積極的查處 還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的口罩 這是新年紀的更多ió pacing 所以我們在川普看 會跟川普看 看起來 叫畢竟 說 那 就 尤其 為 這 是 這 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